好 你看哦 在这个时候 我是把我的主机 备份到这里 我甚至指令可以简化成这样 我在原始的 原始的画面里面 原始的设计里面 要写个-e secure shell 这样子 现在rsync已经做得很好 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写 我只要用这个方法表达就行 看到没 我不需要写个-e 因为这整个指令 就像是一个scopy一样 只是把scopy换成了rsync -a把所有 就是所有的东西 包含纸目的等等 它的所有 把它call到 远端主机的谁谁谁 我这里没有写使用者 那不就是代表我是root 我就用root拒到对方主机 我写的密码 或者是我对证金钥的方式 是对到人家的root 所以我可以不用写使用者 的身份 相对的我要把人家移过来 那也是一样吧 就把这一段放到这一段的前面 那就是把人家的备份到我这里 所以这两个方向你都可以做 这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我把我把我自己的varlog目录 备份到MNT NFS Backup目录 可见这个NFS就是我们对Y的一个已经挂好的NFS的分享 然后把它透过NFS 备份到人家的backup目录里面 所以在执行参数之前 除了这样的过程之外 你还要特别小心这种事情 是这样的 你这样写的意思是 把人家的远端目录 备份到我家 我的home里面 这个时候home目录里 会有一个DIR 就是人家的目录 相对的 如果我备份的对象是这个 现在我们来做个实验 既然有界面 我们就可以来做个实验 我现在这里有个papers 到papers 那我们可以这样 从它来写 从它来写 这里 这里是一个 人家backup目录里面的一个papers 现在在250 这台电脑上的backup 我用rsync 人家放前面 -a 人家放前面 192.168 192.168.0.168 192.168.0.168 冒号斜线 VAR 的log 我的目标地物是人家的log 到哪里 到我这里 就这里 当我写一个点 那会发生什么事 金钥交换 没有做所谓的 刚刚的公开金钥验证 它就是从金钥交换跟密码 这是secure show的过程 过 过完以后 这边 我眼前马上多了一个log 这就是人家的log 人家的log里面有什么 就是人家完整的所有的log file 都会集中回来 这是远端主机的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刚刚写的指令 被我手键 加了一个斜线 信号 这样会发生什么事 请你先想 这样会发生什么事 刚刚我那样写 没有信号的时候 辈分的对象 是log这个目录 远端主机的varlog目录 可是如果我在log底下 加了一个信号 你先说 这什么意思 你可以把影片停下来 所以我要先讲 我所备份的对象 就变成了人家log目录里面的每一个对象 并不是人家的log目录 这一条指令 跑完会发生什么事 在我眼前 就多了一堆log file 就像这样 我刚刚备份的对象 在log这里 但是如果我写刚刚那条指令 就活生生把人家log目录里面的内容 直接备份到我眼前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因此在这里要提醒你的事情是 你要写信号时 特别要小心 所以像这边的这个写法是错的 反而是应该把信号 也许要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 你要备份的是人家的什么 那就糟糕了 所以你要记得备份时 尽量以目录为基础 来做这件事 接着下来这件事 就是要现在跟你讲 Security Show 在执行远端图形界面程式时的一个妙用 这所谓的妙用是怎么妙法 是这样的 首先我把我这个画面先收起来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 跟这个界面上面的内容 是一个VNC的远端界面 那我把VNC的远端界面关掉 让你看不到VNC 这是VNC 关掉 你现在眼前所看到的 只有两个Mac上面的终端机 我的整个测试的环境 是用Mac构成的 那Mac构成的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是这样 首先我可以在这下面 你可以看到这下面这一个 也许如果你希望我把它放大一点 可以帮你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不了多少 对啊 放大不了多少 好 看一下 这个地方所连线的对象是这样 我先Ctrl D退出 重新连一次 我用我这台电脑 它是一台 iMac 然后呢 用Security Show-X 当你Security Show加了大X之后 你就可以用对方身份 进入远端的UNIX 然后呢 密码 这是没有设定的密码验证 我可以把平常在远端主机上 才能够执行的指令 拿来执行 并且它的好处是什么 它会把远端主机看到的视窗 画在这里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Mac的画面上 这里 Mac的画面上 去执行 登入了 用Security Show 登入了远端的Linus 从Mac 用Security Show-X 登入到远端的Linus 然后用Root账号 执行Virtual Manager 出现的一个虚拟机的画面 我要看这里面的虚拟机 我就直接这样看 你可以看到这是我的虚拟机 这里是一台虚拟机 然后 我要看这台虚拟机 我就这样看 这里面就是一台Windows 7 这是一台Windows 7 那因为我们截取的画面 只有1024x768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台完整的一台Windows 这倒不是什么问题 我先收起来 我把 我可以在这边控制 这些虚拟机 我可以跟大家说 你该关机了 这样 它就会进行关机 它的执行完全在远端主机上 画面画在我这里 这种功能 叫做X Forward X第一线 或X Dash Forward 这种转送的好处在哪里 也就是我不需要站在远端主机前面 就可以使用它的视窗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 是这样 在这边有另外一个终端机 它连到的是一台肥多拉 它所执行的是 O-O-I-M-Press O-O-I-Press 就是Open Office 的I-Press Open Office 的I-Press 就是我们的 投影片 它的特性是什么 很有趣 视窗出现在本地 但城市在远端主机执行 MacOS也支援这种做法 换句话说 反过来讲 我们现在是用Mac去连出去外面 然后连到别的Linux 把Linux的视窗画在Mac上 这是第一点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 如果我想要 如果我想要 去把这个程式先暂停 你还记得 我们在Shell的基本课程里面教过 我可以用Ctrl-Z 暂停工作 把工作1号 放到背景 然后我就可以做其他的事 比如说我叫Gedit 打开编辑器 它说Can I open display? 我的连线要重来一次 我先看一下 先把这个 把它关掉 它这边有一点疑惑 这样关掉了 因为我同时连两台电脑 它当然会有点疑惑 两台电脑都有不同的X的程式在执行 我先登出 登出了 我在这边登出 我在上面 上面这里 我重新再连一次 SecureShell-X-LUCY 这是另外一台叫做15号的电脑 然后这个比较慢的原因 是因为SecureShell客户端一样 这是在Mac上面要去修改 客户端的设定 把那一条GSAPI的设定杠掉 它的速度才会加快 然后在这里 这里一样 我可以用这个来连上去 现在我写Lucy的密码 密码如果登入进去 它就出来成功 然后我就打开Gedit 可以看到 这是Linus上面的Gedit编辑器 这边有一个X的符号 这是未储存文件 这是简单的编辑器 所以我同样的可以在这边执行 Ooimpress OpenOffice就会出来 我可以启动回复 把它修正 这些画面本来应该出现在菲多拉上的 这样子 它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视窗 然后我要把它的比例变小 这样 这样就可以看到了 这边是Bash 小Script 然后这里面一张一张投影片 这是我们现在运作投影片的方法 那这个连接远端主机这件事 当然好 可是我们有没有可能 是使用Windows来做这件事 Windows可不可以帮助我们 去做这件事呢 可以的我们现在连到 我现在退出上面这个终端机 退出 退出15号 我到254 密码 然后我打开刚刚的Virtual Manager 然后呢 我把Windows 7拿出来 我现在尝试给你看到的 是一个完整的Windows 7 那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超过 没有关系 这边 这边就是那个虚拟机的控制界面 这边详细资料 暂停 这是Linus的KVM上面 所虚拟的一台Windows 7 在这个地方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程式 是PUTTY 你在Windows上要做这件事之前 你要去装两个东西 这边打开 第一个东西 叫做XIMING The X Server for Windows 直接下载 最新版 上次修改 去年11月19号 网址在这里 你要搜寻很方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请你去装PUTTY PUTTY已经做了很多的进步 PUTTY是自由软体 是Windows视窗上面的 Secure Show 或Telnet的终端 PUTTY 它现在有一个 完整的安装程式 如果你是Windows用户 你可以直接装它 装它的时候 你的桌面上 就会多出PUTTY的软连结 你在启动之前 请你先把XMING 启动 你的这边就会多一个 XMING Server 然后把PUTTY打开 然后在这里 你可以把你的主机写进去 它说没写完 1 我们先等一下回来下一段再说 我先把PUTTY的软连结设计 我先把PUTTY的软连结设计 我先把PUTTY的软连结设计